现在是土耳其当地时间2月9号凌晨的1点30分 经过中国与土耳其双方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 我们看到现在在火力组队阵倒塌防御的匪备当中 一名贝克人员正在被救出 而据我们在现场确认 这名贝克人员是一名孕妇 而这也是中国救援队在抵达当地之后 所成功营救的第一位新生者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